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大家看看我的頭褲是否美麗 看到這個頭褲大家都應該知道我現在在哪裡 沒錯,我現在就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了 超開心的,因為我真的沒試過正式住過這間酒店 所以這次就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就讓我預約這個酒店 因為明天是晚聖節 所以我就決定明天一早就去迪士尼樂園玩 因為其實我是迪士尼樂園的會員 所以可以一年進很多很多市場都不用錢 所以我就覺得太好了 有這個機會可以讓我預約到這個酒店 所以今天就打算拍一個類似Vlog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間房 或者今晚會吃的東西 明天會玩的東西 在我介紹這間房之前 我也想跟大家先聊聊天 因為我的Youtube頻道剛剛過了5000人 都開心的,謝謝大家的支持 雖然不是說很快的增長速度 其實是有慢下來的 但其實這個慢下來的速度是我喜歡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現在這樣的速度 是一個我覺得很舒服很自在的速度 反而其實如果一下子突然間很多人 可能我會覺得有點害怕的 所以我覺得那天也有照顧我 因為他知道我未必可以真的一下子就這麼多人 其實我自己很享受這個慢慢去進步 慢慢去提升的一個過程 我也不是一個... 怎麼說呢? 其實我本身呢 其實我的性格是一個很急的人 就是我做所有事情都是很急的 但是通過Youtube這兩年 我學到其實我是要慢下來的 所以我現在就享受這個慢慢的過程 然後在這個晚上的時候 其實有看到周圍的風景其實也是很美的 所以就是很開心 也都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我知道自己過去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著重在做一些飲食的影片 但是今年因為自己想多一些不同的嘗試 想看到自己更加多不同的面貌 所以其實就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影片 雖然這些影片不是說你們未必每一條都很喜歡看 但是其實我自己都在摸索 那這個過程我自己都很享受的 而且有時候這些影片其實我自己做完之後 我自己身裏都有點緊張 或者有些擔憂的時候 經常都會看到一些很鼓勵 或者很正面的留言 那我自己會覺得很鼓舞很開心 所以也衷心多謝你們 這麼久以來的支持 那未來的方向呢 其實我也是會繼續這樣想 按著我自己的步伐去走 因為我始終覺得我做這件事 不是為了要得到什麼外在的一些名或者利 其實對我來說呢 最珍貴的是我可以 藉著這個機會去認識我自己更多 去探索到我自己 從而去找到一個我自己的方向 那其實我現在呢 都算是找到自己的方向的 只不過是 就是它還需要一個 好像起樓一個打地機的過程 就是你找到一個方向 但是你還在這裡慢慢走慢慢走 你還未敢衝著的 那所以我現在就在這裡 就是 什麼都早點 什麼都想試一下 那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經歷來的 因為你不可以說 一來就走死了自己 只是走這條路這樣 那因為我是那些很容易 好像一隻馬牛那些 就是如果我決定了這樣 我就會一邊衝一邊衝 那我就會看不到旁邊的東西 那其實現在我慢慢走 我反而可以看到 咦這個好像有多好 咦那個好像有多好 不如我這個又玩一下 那個又玩一下 看看自己喜歡哪些 那所以這個過程 其實我自己是真的很開心的 那所以就多謝你們這兩年的支持 我自己都感觸很大 因為覺得 跟第一日比的時候 其實自己已經很不同 就是其實 說真的 我不知道你們看得出來 連樣子也有點不同 就是 不要說肥定瘦 而是真的 我現在看到我自己的樣子 跟我兩年前 看自己的樣子 那種感覺 已經都不一樣 就是可能以前是覺得 我不要見到 不想見到 不想見到 但是現在可能就會 Hello Hello You 真的看到自己的樣子 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我喜歡的人 我很想每一天都跟他玩的一個人 那但是兩年前就不是這樣 那所以這一種轉變 對我來說才是 最重要 最珍貴 還有最 對 最大的收穫 做YouTube這年來講 好了 好了 廢話少說了 那帶大家走一轉這間房間 Let's go 好 好了 那這一間就是今天的房間 那她就說 跟我升級了做這個豪華房的 那豪華房是怎樣呢 其實呢 都正常 有個露台 不過外面呢 就沒有海景 是一些圓林的景色啦 那搖身一望呢 就看到我剛才說話的位置啦 那這裡就有桌椅啊 那這樣 那其實迪士尼樂園酒店呢 都開業了頗多年了 那所以呢 他裡面呢 都應該有點舊 但是我自己呢 就覺得是OK 因為他的設計呢 都是偏向華麗路線的 包括他裡面的裝修啦 其實呢 都是有少少復古啦 那所以我覺得呢 都是OK的 不過呢 可能因為他實在太久開業呢 他這裡都沒有那些可以充電的位置 那所以這個就可能 不是那麼方便了 有個電視機啦 就有個圓關位啦 之後這裡有個小小的巴桌和雪櫃啦 這裡有衣櫃啦 然後這裡就是廁所啦 Hello Hello 好開心啊 是啊 為什麼 Hello 我又回來了 那先介紹我今天預訂的這個包裝 其實呢 我是在上網預訂的 那他上網預訂的話呢 好像說可以 升一級 由 普通房 升到華華房 標準房 升到華華房 但是其實我不太知道 華華房和標準房的分別啦 但是這個入住的士樂園酒店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呢 只要你是入住的士樂園酒店的話呢 其實酒店方面呢 都會幫你預約入園的 因為其實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其實你進入的士樂園 是需要事先上網預約的 那由於明天是晚聖節的關係啦 其實已經是滿滿了的了 這個預訂 但是如果你是住客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安排可以入園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好處 那當然啦 我知道大部份人 如果去的士樂的話 其實都已經會自己預約的了 那所以這個也 不是一個特別大的好處啦 那另外也有很多 小朋友適合的活動啦 那其實我也 不會玩的 那但是其實 這個酒店本身有很多 很多打卡位的 那所以我們一會兒都可以 可能可以走一轉 這樣 一起去看一下啦 那另外留意一下 因為樂園的位置都比較偏僻啦 那如果你們不想吃酒店的餐廳 一來酒店餐廳要盡早預約啦 二來呢 其實可能 如果不是很合心水的話 可能都需要自己帶食物進來 因為 它是沒有漆仔啊 沒有外賣可以送來 那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 哇 也挺多用 這個挺有趣的 跟我來吃 我可以買它 我以為主要是 這 常理要吃 我喜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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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慮 然後 Soul 手把手抓住 一侯 一頓 來 想吃 一頓 一口 不可以 還要吃 оч neg 是有蛋、三文魚、牛肉、哈、還接著 先碰一下 忘了這個 很難吃 如果不加這個應該想飽 好吃 很美味 什麼雞鞋 很美味 第二天進到迪士尼樂園 第一件事是吃飯 因為那裡太多人 如果你不第一件事就吃午餐 基本上之後的餐廳都要大排長龍家 今天就來了這個大冒險家餐廳 食物就不過不失了 然後再次吃午餐廳 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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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好棒